行政長官梁振英結束南韓的訪問行程 他在當地接受傳媒訪問時 說實施宵禁並不是最好的方法 強調只要市民守法不再佔領街道 就無需考慮用禁制令 亦無需出動警察 不是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就是 大家都作為守法的市民 香港一個法治社會 大家知道什麼是合法 什麼是犯法 佔領街道肯定是犯法的